各位观众们来关战一把小哈的红蝶 囚徒作曲家 呦阿策打作曲家了 杂技前锋 这个阵容 修机很快啊 这个阵容红蝶就是怎么说呢 正常时间抓人 交出闪现击倒一个人 前锋如果说能打一波 一波加速 这个局就没 红蝶就没 这个局红蝶的一个 迎面在于前锋过来打架 他抓到机会啊 打一个双刀什么的 要不然这个局如果球者这边 选择一个卖掉的方式打 追过来低刀有了漂亮 选择一个比如说就正常救 救完以后不管放弃第一个人 然后去托密码机 去抢密码机 去保平的话呢 我觉得红蝶其实很难赢的 因为这时候修机速度够快 前锋这边的话 还是跟囚徒一起连上的机子 这样的话 作曲家 我甚至觉得前锋 当然最好是这边闪现逼掉 闪现先逼掉 翻 隔刀刀打中 好的 闪现还没好 这边已经形成了击倒 前锋过来 拉球 撞 人放下 闪现一刀打前锋 说实话这个闪现打前锋 前锋不会走的 我要前锋我也不走 预判 飞天躲 哎呀 前锋这边球拳脚 飞轮 完了 完了 这波打完 谢逼了 好吧 这也是前锋啊 前锋嘛 你看对吧 盛也前锋 败可能也败在前锋 就是打出来了呢 就 秀起来 没打出来吧 你也不能算 说是前锋失误啊 这个东西就是 你看对面的监管者 像小哈这么顶级的 一个红蝶 他也知道 就我都知道 当时那波前锋 是不会走的 那小哈怎么可能 判断不出来呢 他判断出来以后 成功的躲掉了前锋 那波撞 但是你看前锋的操作 其实前锋的操作是在线的 并且他也没有吃 第二刀 对不对 飞能交出来以后走了的 所以我觉得这局 你怪不了这个前锋 你既然掏了这个前锋 你就得去打 你就得承担这个责任 就打不出来 这个不会有人怪你的 现在的话 穷者核心问题是 他们的这个机子 一个人挂飞 才修了三台 红蝶这边的话 如果能找到前锋 基本上就稳了 这能救下来 刚才我看到谁 谁 球头跳下去 哎呦没救 找到杂技 找到杂技 倒还行 杂技如果说能够 溜起来 飞 过来 飞轮交调 哎呦 这个飞 穿墙 飞 这个是什么飞啊 这个是一个预判飞吗 杂技这边捏球 带的话可能会 他会 他得回头 带的话要不然带到前锋 那边遗产机 是真没机会了 但是不带过去 好像我没路可走了呀 一颗球跳 红蝶飞过来 一刀隔创刀 有 小前锋 我来了 刚才 你不是很厉害 温神交调 这边压一个碟 飞过来 哎呦 哎 怎么两根魔术棒啊 囚徒这边过来捞一拨人 前锋这边面对一个有闪现的红蝶 闪现打一刀 嗯 囚徒这边的话能救下来吗 有个电 哎 一个电不够 一个电不够 要压机救人才行 前锋这边压得了机子吗 压不了机子呀 交个电过来 一刀正 没正 但是也倒了 挂上吧 挂上最稳 挂上最稳 嗯 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高分段 或者顶峰分段的一个对抗 说实话 穷者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锋第一波救人 这么崩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他们也差不多 快打出一个开门战了 这波人摇下来 但是前锋 并没有去捞人 而是反手走了 他是觉得捞不下来了吧 这波前锋的这个走位 有一说一确实 我们上地视角 我都没想到 他会往这个方向走 第一反应的就是 他会去救这个杂技嘛 因为救下来 这个局才有可能 去出现一个平局嘛 找到了 妈 找到了 一个护币 传送CD好了 囚徒起来 也得倒 前锋六 六的再好 也没用 我大不了不抓你 我传送回去 投降了 不玩了 我们下单�狼电视台